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抗戏码还要演多久 法国总统马克龙从1月8号至10号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 这是马克龙对华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 也是19大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对中法关系具有成前起后的重要意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仪式 共同检阅三军仪仗队 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秉承友好传统 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中法两国强调愿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法国未来工业计划对接 法方重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增进两国合作 今天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参与气候转变圆桌论坛 马克龙此前表示 希望与中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广泛的伙伴关系 他还在网上晒出自己摊及气候变化问题时 用中文说让地球再次伟大的视频 令中国社交媒体的用户异常高兴 访问期间 马克龙还向习近平赠送了一件有心意的礼物 法国共和国卫兑马 这也是对中方熊猫外交的友善回应 除了赠马 访问期间 马克龙还多次表达他致力于法中友好的努力 他在西安承诺 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 访华首站选择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 也被外界解读为意在表明 法国将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称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马克龙和法国政府对法中关系很用心 骏马外交将对未来两国处理分歧或问题 能够有所注意 法新社则对马克龙中国型评价称 将自己定位为欧盟代言人的马克龙 带着雄心勃勃的议程访华 法国尤其寻求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 马克龙不仅倡导法国 欧洲与中国建立一个新联盟 还将重点放在经济议题上 两国预计将签署50项协议及合同 尤其是在民用核能以及航天方面 马克龙这次访华也签下了大单 虽然无法与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访华时中美达成的2500亿美元 贸易协议相提并论 但是此次法国也拿到了 总价值上百亿欧元的贸易协议 未来中法如何利用这些大项目 来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关系呢 请严岳为我们带来树立 好 中法能源领域的合作要追溯到30多年前 中法开启了核电合作 着手建设广东大亚湾的核电站 30多年后的今天 作为中法能源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 广东台山核电站有望成为 全球最早投入商业运营的 第三代核电站之一 这次法国电力还将与 中国广和集团共同开发 建设和运行两台先进的EPR反应堆 预计2019年就可以投入运行 法国电力还分别于海南三亚市政府 河南领保市政府签署了能源服务领域的合同 这也标志着法国电力集团 进一步地巩固了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同时中法还签订了核研发技术与合作协议 比如法国能源巨头阿海发集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 就签订了赤字100亿欧元 在中国建一座合法燃料处理工厂的量解备忘录 中法还在航空农业电商等方面展开了合作 就像是 厦门航空与法国塞丰集团签订150台发动机采购 及20台发动机大修备忘录 总价值约20亿美元 空中客车公司也与中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将扩大空客天津A320系列飞机的亚洲总装线产能 此外中法还成立了一个中法企业家委员会 成员是涵盖了先进制造 农业食品 生物医药 金融服务等各个领域 向中国在线的零售商京东就宣布计划在今后的两年内 向中国的消费者销售价值20亿欧元的法国商品 包括了高档的红酒 那么中国也将在半年内对于法国的牛肉进口完全解禁 中法大丹就像全面开花一样 就如同习近平在8号第一次会见马克龙时所说的那样 新时代中法关系大有所为 以上就是我的书里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 再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 韩国和朝鲜9号在板门店处高级别会谈 双方发布共同声明 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 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致 双方讲调将举行各领域会谈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根据双方发布的共同声明 朝方将派遣高级别代表团和民族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 参加平昌冬奥会 此外 朝方还将派遣运动员团 拉拉队 艺术团 记得团等团体访韩 韩方对此提供必要的便利 双方还决定举行会谈 商讨有关朝方派遣先遣队提前踩点 和参加平昌冬奥会等相关问题 日程将在此后以文件交换形式进行商讨 韩朝还就缓解当前军事紧张局势达成一致 并决定举行韩朝军事部门会谈 双方表示 韩朝将共同努力缓解军事紧张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环境 双方表示 将促进韩朝多个领域的接触和往来 交流与合作 寻求民族和解与团结 双方作为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方 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 此外韩国统一部在9号还表示 韩国和朝鲜当天决定自首尔当地时间 10号8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7点 开始重启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地区 也就是黄海军事通信线路 目前南北军事部门 可以通过黄海军事通信线路进行通话 另据韩联社消息 韩国总统文在寅10号上午 在清瓦台迎宾馆举行新年记者会时表示 不奢望朝韩立刻统一 希望能在任期内解决朝核问题 针对朝韩高级别会谈取得的积极成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朝鲜半岛形势异常严峻之际 北南双方能够相互伸出释放善意之手 并握在一起 这值得鼓励 我们也希望北南双方能够以平常冬奥会为契机 推动改善相互关系和和解合作的努力 那么能够从而推动为缓和半岛局势 推动半岛问题的解决 重回对话协商这个正轨 做出积极努力 越共十二大以来反腐第一大案 近日在河内市人民法院开审 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胡志明市委原书记丁罗生在内的 22名嫌疑人出庭受审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案件是越南过去一年来反腐风暴的延续 显现越共作为执政党 保持自我洁净的决心和行动力 近日 越共十二大以来反腐第一大案 在河内市人民法院开庭 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丁罗生 尤其安装股份总公司原董事长郑春青 在内的22名被告出庭受审 据越通社报道 因案情复杂 此案庭审预计需要两周 郑春青受到故意违反国家经济管理规定 造成重大损失和侵吞财产两项罪名指控 丁罗生受到前一项罪名指控 如罪名成立 郑春青可获死刑 丁罗生则面临最高20年监禁 越南检方指控 丁罗生在执掌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期间 对下属越南油气安装股份总公司经营不善 侵吞公款等现象负有主要责任 调查发现 丁罗生一手提拔的子公司董事长郑春青 在一个火电厂项目中违规操作 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0万美元 后者还被指控伪造文件贪污18万美元公款 分析人士指出 近年来越南掀起反风暴 取得显著成效 过去一年 越南处分不下20名高级干部 查处大批大案要案 对外逃贪官一追到底 丁罗生落马在越共历史上前所未有 显现越共中央刮骨疗毒的决心 更多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1月9号清晨 南非豪腾省杰米斯顿市一车站内 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 造成226人受伤 目前商务人员死亡的报告 1月9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多地 遭续反对派武装炮弹袭击 造成至少5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位于瑞士南部的知名滑雪圣地 财尔玛特连日来受到暴雪袭击 暴雪造成该地区与外界的交通全部中断 目前滞留旅客人数已达1.3万人 下面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新闻 欢迎回来 这地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当地时间9号 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所谓 台湾旅刑法草案 这项草案鼓吹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实现所有层级官员的所谓互访 企图打破美国和台湾地区持续了39年的所有层级官员的所谓互访限制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9号 无意义通过了所谓台湾旅刑法草案 草案主要鼓吹美国和台湾地区所有层级官员的所谓互访 该草案现在正等待联邦参议院的通过 随后将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若特朗普签署 该草案将正式生效 成为具有约束力的美国法律 有媒体评论称 一旦特朗普最终签了这个法案 中美关系将出现严重倒退 但也有专家认为草案最终完成所有程序 成为法律的可能性不大 据了解 自1979年以来 台湾地区领导人 外事部门负责人 防务部门负责人 至今都无法对美国进行所谓访问 而美国派官员赴台 也会避开敏感的军事防务部门 多以商务教育部门之间的交流为主 所谓台湾旅行法草案 就是企图借此打破美国和台湾地区 持续了39年的 所有层级官员的所谓互访限制 早在去年10月 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就提出了该草案 当时就遭到了中方的强烈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此前就曾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不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接触 不向台独分立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不顾许多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今天上午民进党团强力推动 所谓牢基法修正案 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 所谓三读通过 明确规定增加台湾劳工加办公室 县市长选举中将用选票说话 从昨天下午开始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 经过18个小时的不断电表决 在今天上午8点44分 以所谓三读的形式 通过所谓牢基法修正案 未来岛内劳工每个月的 加班时间增加8小时 轮修间隔也从11小时缩短为8小时 因为你如果随便就用机动改成只有8个小时 那有可能他回家的路 一个多小时 然后再回来上班的路 就是一个多小时 过老的状况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赖清德声称 已经与各政党做了充分沟通协商 国民党民代认为民进党团不断电表决过程中 不少民进党民代趴在桌子上睡觉 根本就是在睡觉中通过的所谓修正案 就连民进党内部意见也不同意 民进党民代林淑芬从头到尾弃权 最后干脆提早离场 台立法机构内党派的反对声浪只是冰山一角 在台立法机构外 台湾劳工团体已经连续三天抗议示威 今天上午他们听到所谓劳基法修正案 通过所谓三读的消息后 劳工团体极度愤怒 当街丢名纸 声称要给蔡当局办告别式 为防止事态扩大 台湾警方赶紧上前制止劳工抗议行为 两方人马边推边骂 台湾警方持续广播警告 但仍没能压制劳工激动的情绪 那对于劳动绝因的罔顾 对于我们现在的所有劳动 劳工阶层的朋友们的劳动境况 是越来越险恶远均的 今天中午11点半左右 劳工团体无奈宣布解散抗议群众 但他们同时也表示 未来的抗议将会遍地开花 他们对民进党的不满 也将反映在今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中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廖元 台北采访报道 经过18个小时 不断电表决审议 被称为岛内史上罪恶的 所谓劳基法修正草案 今天上午最终 是在台当局立法机构三度通过 这迎来一片踏法之声 各方到底怎么看 请颜悦为我们树立一下 颜悦 好的 张涛 在所谓的劳基法修正案审议的时刻 场外的抗议的台湾劳工级年轻人们 是准备了许多的名指 高喊无耻民进党退回恶法 表达了严正的抗议 那么对此台南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 黄玉德是如是表示 2018年的1月10号 是所谓的劳基法死亡的日子 此番的修订被称为 是岛内史上罪恶修法 不仅引发了台湾劳工团体的抗议 就连绿营内部的时代力量 也与民进党公然反目 时代力量的民代徐永明就表示 所谓的劳基法修正 才刚刚所谓的三度通过 岛内的工商大佬又出来喊 弹性仍不足 请蔡当局要认清事实 这些恶老板没有把劳工压榨殆尽 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2016年底 台湾企业界大力支持 民进党所谓的一利一休 但时事没有几个月 却说是难以施行 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所谓的新法都还没有上路就先喊 到底是谁让岛内的大老板 那么的嚣张呢 再来看看香港中评社 发表了文章则提到 时代力量党团在声明当中指出 此次所谓的修法是 毫无评估 毫无说明 毫无讨论的审议方式 不但无法回应岛内大众 对于所谓牢基法修正的各种疑虑 更加无法落实 蔡英文于2016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 所提出的缩短劳工年总工时 等所谓的劳动政策六大主张 另外呀 就连青绿学者也是看不下去了 台湾东华大学教授 施政风对此次这样表示 海水退了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那么如今主政的蔡当局 将竞选时的政见抛诸脑后 长期与民进党站在一起的劳工 岛内街头运动团体将会很失望 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 在今天上午 国民党召开挺青年记者会 称要改变策略 从关注政治议题转向 关注岛内社会议题 并要以年轻人乐于参与的方式 吸引他们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青年党员班马 用了两个月时间自己作词 将台湾社会 生活在台湾 对台湾空气质量下降深有感受 希望用这种方式 鼓励更多年轻人 关心岛内社会议题 不一样的议题去反映社会 这样也是比较贴近年轻族群 因为其他不是一种文化 它是一种力量 在挺青年记者会上 国民党青年部主任翁绍辉表示 去年12月 青年部发起以空气污染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未来他们还将针对青年反显 我们会策划一些 比较有趣的活动 就像现在的电竞 我们会积极地以这些为切入 而不是直接去诉诸说 我们要去做一些政治目的 不是说我们希望拉你进行国民党 而是希望说 你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慢慢地感受到国民党在改变 党的越帅越有创意 又有能力 这就是青年部 就是要这样发展 为表达挺青年的决心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上午也出席了活动 他表示 国民党要立即改变 去除不对年轻人胃口的习惯 作风 他也感慨称 年轻人是国民党的重要伙伴 如果丢掉了他们的支持 就不只是可惜可叹了 要你这个党的朝气跟活力 让年轻人觉得对味 味道对了 第二个 他进很久 泡很久 那让他有一条 康庄大道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 廖元台北采访报道 学习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新闻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 两岸新新闻 今天上午 厦门市监察委员会 正式挂法成立 它标志着厦门市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 迈出关键性一步 福建省委常委 厦门市委书记裴金家 和厦门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继检监察两项职责 根据内涵发展 盘活存量 精简高效的原则 按照职责分工通盘考虑 在厦门市纪委 原有15个内设机构基础上 新设5个继检监察室 着重增强一线工作力量 检查对象扩展到 试点方案确定的六大类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实行全覆盖 数量将从原有的1.9万人提升到 在会上指出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 统一领导确立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 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裴经家要求 厦门市纪委 市监委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增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严格标准要求 确保完成监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 要强化责任担当 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 要狠抓自身建设 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孙明中主持会议 并通报了厦门市监委 组建和班子组成情况 目前厦门市已撤销市监察局 和市监察院反贪 反毒 预防职务犯罪三个部门 将相关机构 职能 人员 转立至市监察委员会 俗话说 数九寒天冷在三九 从昨天开始 我国进入了一年当中 最为寒冷的三九天 各地都迎来了不同幅度的降温 福建已有四十个县市 气温跌到了零摄氏度以下 据中央气象台 今天早上六点发布寒潮黄色预警 受冷空气影响 今天到明天 内蒙古东部 东北地区等地 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 局地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 北方大部分地区有四到六级偏北风 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 平均气温将比常年同期 持续偏低三到六摄氏度 其中 地区等地偏低六到十摄氏度 另据气象部门统计 截至昨天上午六点 福建省共有泰宁 古田 浦城等 共四十个县市区的226个乡镇 气温跌破零摄氏度 福建德化的九仙山 在这次的降温中迎来了 今年首场雨雾松 当雨水落下碰到温度等于或低于 零摄氏度的物体时 形成玻璃一样的冰覆盖层 这就是雨雾松 俗称树挂 这番难得一见的美景 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和游客前来观赏 针对连日来的低温天气 福建交通部门也启动了 防御低温道路结冰应急处置余案 组织工作人员在一结冰路段 进行预防性撒盐 同时针对已经结冰的路段路面 进行及时的除冰处理 避免因路面结冰造成交通事故 如动树波寒流开始影响台湾地区 台湾多地昨天刷新了 去年入冬以来最低温记录 宜兰太平山南投荷欢山 今天更是下起了雪 目前岛内有54人 因气温骤降不幸猝死 台湾迎来入冬最低温 海拔2000米的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 在今天清晨一度下降到零下9摄氏度 4点到5点时飘起雪来 寒流加上水汽足 荷欢山2度降雪 白天的积雪更厚达9厘米 五岭亭全部结冰成了三厘米的大流滑梯 不少民众上山观赏雪景 沿途遇上大塞车 天寒地冻也要小心保暖 近日台湾流感急诊 入冬以来已经突破10万人次 以B型流感为主 各县市还传出 已有54人已因气温骤降不幸猝死 大多为60岁以上长者 台体方面也证实 因寒流造成轨道温差大 昨天台湾四脚亭 至瑞芳间东正县 有钢轨断裂 部分列车受影响 厦门卫视2018两岸元宵戏曲晚会 正在紧张筹备中 作为晚会重头戏之一的 由著名歌唱家郑旭兰 和京剧媒派嫡传弟子胡文革 共同演绎的京剧改编版 《古浪语》直播 昨天在北京完成录制 经典流行歌曲《古浪语》直播 搭上传统戏曲京剧 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 全新感受呢 先读一块 一曲《古浪语》直播流行传唱 三十多年经久不衰 歌曲原唱者 著名歌唱家郑旭兰称 《古浪语》直播 与它有着不解之缘 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这次参与京剧改编的再创作 也让他感叹 太不可思议 就说要跟京剧要搭一下 我想象不出来 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结果直到我听到了这个伴奏 我听了以后 觉得挺有意思 搭得挺好 挺好 我想观众听了这首歌呢 也会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 此次《古浪语》直播京剧版改编 邀请的是青年作曲家 中国新声代先锋音乐制作人 袁毅担当制作 袁毅担任过第二季 中国好声音巡演音乐总监 国内首部大型戏曲真人秀 国色天香音乐总监 众多经典曲目改编 获得观众好评 而这次混搭京剧 他坦言是新尝试 也是挑战 将我们的歌声与我们的京剧 作为两个时空 两个平行的空间 来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现形式 让两者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嫁接 在编曲上我们融入了很多这种 纽约是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突破了传统的这个歌 甚至在音色上 我们用了很多调制的声音 去往里去融合 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京剧改编版的《古浪语》直播 由著名歌唱家郑旭兰和京剧梅派嫡传弟子 胡文革共同演绎 目前歌曲已经进入最后合成制作阶段 将在2018两岸元宵戏曲晚会上 与观众见面 同时戏曲晚会还将发掘一组 具有浓郁闽台特色 在两岸及东南亚地区 拥有一定影响力的飞移戏剧项目 与流行艺术进行跨界混搭 经典的东西也要与时俱进 也要把它加入时代的这种步伐的 这种速度和这种感觉 让它不会让人觉得老掉牙了 让它更注入新鲜的血液 厦门卫视记者李小平 许庆平 北京报道 更多的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近日我国流感活动水平上升较快 国家卫机委表示 京东流感高发除气候异常外 主要因为今年流行的优势毒株 已多年未成为优势毒株 导致人群缺乏免疫屏障 易感人群增多 但病毒未发生变异 未产生新耐药性 医疗机构应保证抗流感病毒药物 及时足量供应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日前下发关于做好2018年 征兵准备工作的通知 全国征兵网于1月10号正式开通 全面展开网上兵役登记 应征报名和政策咨询等各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印发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名单的通知 明确杭州市 南京市 厦门市等12个城市 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中国数字娱乐产业年度高峰会 今天在厦门举行 数据显示 2017年国内手游市场 上线了16000多款新品 但真正为人所知的不足1% 移动游戏已经进入了精品化时代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新新闻的 全国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暂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